1 1 请点它 为什么要点它 我现在要修改这个量测计 这个叫量测计 它的一个色彩变化 对 所以1 选到量测计 没问题 2 格式 没问题吧 因为我说过 改颜色这些 应该反正就是点 这个 3 量测计的一个 量测 量测 这个资料色彩 资料色彩 有看到 资料色彩 的填满 填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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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请用 请选这个 我要用 调节 就是FX 就是FX 请把这个值改成目标 对不起 请把这个值改成进口 进口的 进口的 值 这张资 资 资 这张资料表里面的 值 这个地方一定要改 改好 就是值的总和 我们比的是那个值的总和 看他跟目标之间的关系 那 麻烦请把这个最大值 最大值 改成 改成 30个百万 30 123 123 然后最大值的颜色色为红色 接下来 麻烦请勾这个新增中间的色彩 请把它改成 蓝色 蓝色 这个值 请输入 2 9 999 999 反正就是 我只要针对那个目标 29 个百万 以下 全部都是蓝色 所以你这边 制定的话 你输入0 也无所谓了 可以吗 然后 颜色都统一用蓝色 反正就是 我只要两种颜色的呈现 小于29 万 29个百万 就是 百万 千万亿 2.9亿 2.99亿 以下 都是蓝色 确定 那你这时候 你看1月 没问题 红色 2月 它就变成蓝色 3月 超过了 4月 可以吗 我们再换一个 再换一个颜色 这个 这个颜色 如果它 爆掉 这个字的颜色 也变成红色 听得懂吗 就是 超过 40个百万 我也让它变成 红色 字 好 如果要做到这件事情 我们是不是可以点选 这边 就是 这个量测记的 格式 然后 请选 资料标签 资料标签 然后 拉翻 请选 这个值 这个 fx 我们 只有fx 才会写函数进去 好 然后 请一样把这个值 设定为 进口里面 进口资料标签 的值 这个 这个一定要改成 进口里面 进口资料表里面的 值 然后 好 那 最小值呢 假设我们设到 零 颜色是蓝色 对不起 颜色应该是黑色 黑色 因为字 字的颜色是黑色 或者是我们 我们就用刚刚的那个 那个颜色 蓝色 来去呈现好了 中央的颜色 也是蓝色 但是请输入 3999999 这个呢 最大值 字的颜色 是红色 然后 字定是 40个百万 因为 我希望它 就是 报表的时候 算了啦 那 我们一字性好了 上面什么颜色 我们字就什么颜色好了 所以这个改成 29 2 9 999 999 那 这改成 3 然后 确定 对不起 刚刚改成 改到这两个 最小值 最大值 应该要改的是什么 应该要改的是 图说文字 这个 这个 这个要改成图说文字 好 算了 我们再做一次 图说文字 的这个值 这个颜色 进口里面的值 然后最小值是蓝色 中间也是蓝色 最大值是红色 然后最小值是零 然后接下来这是二九 999 999 然后最大值是三十个百万 确定 好 所以你可以分别点一下一月 二月 然后再点一下三月 你就会看到那个图说文字也跟着去做色彩的一个视觉化分析 那这有什么意义 对不对 因为你要去做监测 你看到红色 意思就是你要准备做简报去找 去找相关人员来报告 好 所以用视觉化分析如何做到监测 是这样的去做的 就是以上内容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 好 谢谢